你知道亿万富翁为什么不用智能手机吗? 王总绰号闪电手,因为他曾经创造过三天获利50%的商业奇迹 赚钱的速度比闪电还快,身价早已过亿 有一次,他邀请客户去他位于珠江星城的办公室洽谈业务 那是一层他自己的物业,正对广州塔1000多平,非常气派 本以为这是一个极尽奢华的老总 但在洽谈的过程中,客户却非常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用的是一台诺基亚N95的手机 客户非常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用智能手机 王总好像早已习惯回答这个问题,平淡地说没有必要 客户追问他为什么,他反问道 你听说过买投了NTL吗? 客户当时很不解,后来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原来,像智能手机,掌上游戏机等娱乐工具 都是为穷人量身设计的 当穷人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这些娱乐活动中 他们就没有时间思考如何挣钱 富人的社会地位就不会受到威胁 当穷人投入大量的时间在娱乐时 富人正在通过思考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格局 创造财富 格局艺术中曾说 努力和辛苦是这个世界最廉价的资源 而认知和格局才能决定你最终能走得多远 攀得多高 只有当你停止无用的娱乐 关注自己的认知和格局时 才能踏上成功之路 把我视频全部看一遍收获更多 录有所助 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